后台天天有人私信我怎么来香港上班 因为时间有限,大部分我都没有回复 今天发这条视频来统一回复一下 来香港上班呢,就必须要有香港的身份证 要拿到香港的身份证呢,有三种方式 第一,找个香港人结婚 第二,来香港读书 第三,移民 至于劳务那种方式的话呢,我是真的不了解 也劝大家谨慎一点 而且呢,我也劝大家理性的看待来港务工 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老板经常怀念以前的日子 那时候港币比人民币值钱 他每次带一百港币去深圳 要洗脚,按摩,唱歌,还要住一碗酒店 但今时今日,人民币比港币值钱了 带一百港币去深圳 估计只能吃个快餐,最后加瓶可乐吧 如果你是学历比较低的基层的人员 来香港虽然说貌似可以月入一万家 但是还要租房,还要生活 再加上汇率差,其实也剩不了多少 如果你是高学历的公司中高层 那来香港和在内地可能都差不多 都是年薪几十个或者上百个W 差别真的不大 但是房价和生活费,香港还是要贵很多的 像我们来香港,纯粹就是为了孩子上学 我呢,也没啥资源能够帮大家弄过来香港工作 所以今天这条视频就统一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 以后关于这个问题的私信 我也都不会回复了 最近全国各地天气都变化都很大 我们全家都感冒了 上到95岁的老奶奶,下到三岁的小妹妹 也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重身体哦